海马人工养殖难度为何这么大 繁殖率成活率要过两个拦路虎 大规模搞生产成本为何这么高 活体料冰冻料 耳料转换是难关 从关注吃什么到研究怎么吃 海马手足带臭的捕猎方式 到底是什么 隐藏着什么玄机 科技院马上播出 你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曾经在节目当中 我给您讲过海马人工养殖的两大难题 一个是繁殖率太低 第二个是不容易成活 现在繁殖率的技术瓶颈已经被破解了 可是要解开这个成活率低的难题 却着实难度不小 科研人员是反复的观察海马的猎捕过程 终于发现了解题的办法 他们还为海马这种特殊的猎捕方式 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字 海马在古希腊被称为马头鱼尾怪兽 对人们来说 这个古老的海洋鱼类 一直充满着神秘色彩 海马是硬骨鱼 但骨质很脆 通常在被泥沙埋没之前 骨骼就已经被压碎了 很难形成完整的化石 人们对海马的认知 主要来自长期的观察 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雌性海马没有婀娜的曲线 这种曲线属于雄性海马 海马的繁殖行为很特殊 不是妈妈 而是海马爸爸负责完成孕育的任务 雄性海马身上 这个鼓鼓的地方 就是孕育小海马的育儿带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林强 从海马的视角 研究海马的行为 想办法让雄性海马多怀孕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 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过去只会在春夏 两季交配繁殖的海马 不再受季节的限制 每个月都可以繁殖蝉子 海马的育儿带 海马的育儿带 一次能够孕育四百到一千个小海马 这种蝉子行为从每年两三次 已经提高到了十几次 当它蝉子来说我们能明显看到它的这一个头部跟它的尾部 就这样弯曲 小冲的弯曲 用力的挤压 这样我们看了海马就直接让小海马就喷出来 很壮观 就真的是很壮观 繁殖效率提高了几倍 这是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 大伙的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但作为团队的带头人 林强当时心里很清楚 提高繁殖率 这仅仅是第一步 这些小海马能不能健康地成长 还有一项更大的难关 需要功课 海马咬着的两个瓶颈问题 就是海马的这个繁殖效率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说 它的幼海马的一个存活率的问题 不单单是我们国内 甚至到国外 他们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不出所料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 幼海马的存活率真的出了问题 虽然不断地有小海马降生 但大部分小海马 只能存活两三天的时间 这个鱼类确实有个临界点 如果说这种刚复出来的小海马 在这临界点之前 没有摧取到食物的话 那么就很难存活 一般海马的地用 临界点大概是在48小时到72小时之间 出生后的72小时 是海马存活的临界点 少量小海马即使熬过了临界点 活下去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养到大概一个月 节级一个月的时候 怕这个死 这个时候是特别惨了 比如说之前喂的东西都白费了 所以那个存活率是困扰我们 那个养海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面对小海马的死亡现象 海马研究团队重新清洁水体 多次给养殖池消毒 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出发 不断地更换各种活体饵料 想方设法让小海马吃好 但是效果都不怎么理想 效果并不是说那么狠 我们也遇到了跟他们 跟这个应该说前妻养殖的那些人 一定一个问题 刚才说的临海马 它这个存活率也是非常的低 存活率不高 就意味着林强的下一个计划 很难实现 他非常着急 当时药材市场上 海马的收购价格正在快速上涨 一斤海马已经卖到上万元钱 而在观赏鱼市场 颜色亮丽的海马 一对要卖到一千多元钱 利益的驱动 导致大量野生海马被野蛮捕捞 对野生海马资源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林强的计划 就是通过推广海马人工养殖 来遏制人为捕捞 可是存活率不高 就没人去大规模养殖 大范围推广 更是纸上谈兵 要推广人工养殖 就必须解决成活率过低 这个技术瓶颈 怎么解决呢 林强和团队成员 反复观察海马的捕食过程 分析每一个动作行为 终于从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中 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经过观察分析 大家一致认为 海马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人们从前只关注海马需要吃什么 而忽视了海马怎么吃 海马的捕猎方式很特别 它从不主动追击猎物 而是等待猎物送上门来 因为海马有一双特殊功能的眼睛 它两只突出的眼球 可以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转动 互不干扰 这让它拥有几乎360度的全方位视野 能够轻松地发现猎物 然而猎物到不了它的周围 它就不去捕食 这时候就是给它再有营养的耳料 都是白搭 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时候 大家很忽略 大家只是说 它需要吃什么耳料 它很少我们一下去讨论它怎么吃 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海马的猎物 以卤虫饶脚类动物为主 这些动物反应很敏捷 擅长逃避敌人 对捕猎者的动作能够做出快速反应 而海马游动速度慢 没办法追击目标 但是海马要生存下去 它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填饱肚子的机会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海马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技能 当发现猎物时 它会耐心地潜伏在猎物周围 悄悄地转动身体 动作幅度不会引起猎物的解体 到最佳距离 海马突然出击 出其不意 用它吸尘气般的长嘴巴 对准猎物猛吸一口 将猎物吸进肚子 海马体型小 游动速度慢 在海洋生物链中不占优势 于是逼着自己 进化出这样特殊的本领 然而就是这种特别的捕猎方式 对猎物和耳料大小 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海马从行为上说 它是一种 是靠它的一个管状的嘴巴 它是吸取这个耳料 它吸取耳料 它是没有咀嚼 没有撕咬的 耳料的粒茎大小 一定要适合它的嘴巴 不能比它的嘴巴大 它这个嘴呀 是一个长管状的 这个口是非常小的 那么我们头的耳料 可能是这个粒茎 会比较大 这样的话它就吃不到 那么两三天还可以 它能够坚持两三天 那时间再久了 也就饿死了 从关注海马吃什么 到研究海马怎么吃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 也让科研团队找到了破解难题的药方 这药方灵不灵 耳料是不是越小越好呢 结果试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太小了也不行 如果说耳料太小 通常也不行 它每一次摄取食物 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如果是长时间摄取的 这个食物的能量 还没有它消耗的能量多 那么也会导致 海马这个饥死了 所以说必须这耳料 是一个营养风波 然后又是一个大小的事业 海马捕猎时 会努力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 否则水流的波动 会让猎物发掘 只有等到时机成熟 海马才可以一招勤敌 这个捕猎过程时间很短 短到只有一毫秒的时间 但就是这一毫秒的时间 需要小海马付出很大的能量 也就是说 为了这一瞬间的捕食 小海马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从这个角度看 喂小海马食 耳料太小了 就等于浪费小海马的体力 根据右海马的捕食特点和捕食能力 科研团队调整了耳料大小 同时提高了耳料的投味密度 一般来说的话 是用耳料的密度 应该达到每号升一个到两个 然后要长期保持 就不要让密度降下来 林强转变研究的重点 结合海马的捕猎技巧 为右海马提供力竞大小适中的活体耳料 右海马的成活率大幅度提高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具体推广过程中 养殖户又给他浇了一瓢冷水 繁殖率 成活率 两个困扰海马人工养殖的瓶颈都已经攻克 下一步就是尽快实现大规模的人工养殖 林强将专利技术提供给合作的海马养殖场 但几年下来 养殖场反馈的意见集中起来 只有八个字 成本太高 效益不好 养殖效率不高 甚至养不成 因为成本比较高的话 实现久了 一般的人的话 也拖不起这个时间 所以的话就纷纷的下马了 养殖场最需要的是经济效益 而活体饲料成本太高 这让他们左右为难 想什么办法才能够降低成本呢 刚出生的小海马需要呵护 必须提供活体饵料保障他的存活 当海马长到一定阶段 生命力足够顽强时 林强尝试着 让海马吃成本较低的冰冻耳料 小海马成长过程中呢 它有一个耳料转化 这个阶段 你比如说从活的耳料 到一些冰冻耳料转化 那这一个从商业角度来讲的话 是一个成本的降低 那么从管理来讲 说便于管理 就是养殖效率会明显提高 科研跟生产不一样 我们作为科研人员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士 我如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越简单越好 冰冻耳料价格便宜 储存方便 研究团队试着给成年海马 喂食冰冻耳料 最初的效果不错 就算尺寸大一些的耳料 海马也能够吃进肚里 成年海马的身体 已经发育成熟 对耳料力尽的大小 不像小海马那样讲究 研究团队很兴奋 但是大家高兴的还是太早了 几天后 不断有海马出现死亡现象 也是一个平静问题 很多时候这个海马在通活的耳料 冰冻耳料这个转化过程中呢 就会很大程度上伤亡 既然冰冻耳料可以喂食海马 那死亡现象就应该和耳料关系不大 是不是和海马的捕食方式有关呢 林强仔细观察 试图从海马的动作行为中再次找到答案 海马的游泳姿势很独特 一直在直立游走 他的背骑长在身体下部 胸骑位于腮旁边的头部 海马的背骑一秒钟可以摆动35次 虽然步调缓慢 但也四平八稳 海马生活在长满海草的海床上 如果身体横着游动 在竖着生长的海草环境中很显眼 就很容易被天敌发现而捕食 在进化过程中 海马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 垂直游动 这使得海马相对安全地融入 长满海草的生态环境中 同时海马还是一位优秀的伪装大师 一些种类的海马 能够像变色龙一样 随着环境改变颜色 与环境融为一体 善于伪装 意味着最有效的自我保护 同时也是为了成功地伏击猎物 海马是出色的狙击手 因为游泳能力不发达 决定了海马必须要通过伪装 等待机会 伏击猎物 科研团队为海马这种特别的捕猎方式 起了一个很好记忆的名字 手朱带兔 他的身体可以360度随意转动 这样当这个他的耳料过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自己不动 然后只需要整个轻松一下身体 然后就直接捉到这个耳料 所以我说从这位这种手朱带兔 海马手朱带兔式的捕猎方式 是长期进化而来的生存技能 这种捕猎方式 决定了海马在捕食之前 首先需要用尾巴 将自己的身体固定在一个附着物上 否则就使不上力 海马在捕食过程中 需要附着物的帮助 科研人员发现 养殖池里附着物很少 那么海马之死 很可能与附着物少有极大的关系 因为投胃的冰冻耳料 在水里的悬浮时间不是很长 而没有附着物 海马就无处着力 不能及时吃到耳料 时间一长 就会导致营养短缺 乃至死亡 研究团队在不同高度的水域 安装了各种形状的附着物 方便海马固定自己身体 这样海马在不同的位置 都能够吃得到冰冻耳料 根据每个生长阶段的特点 林强又设计了多种尺寸的附着物 年幼的海马 附着物的枝条细一些 而成年海马 则选择与其尾巴相一致的粗一些的 怀孕的海马 附着物选择更要精心设计 这个附着物是否能给它提供一种安全的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一些比如那种水草里面 比较密集的情况下 海马会特别喜欢端到里面去 特别是怀孕的海马 过去关注的重点是给海马吃什么 什么饵料更有营养 转变思路 观察海马的捕食方式 研究海马怎么吃 成活率的技术评解终于被破解 历经十年的科研探索 研究团队形成一道相对成熟的养殖模式 海马人工养殖终于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 而此时林强和他的科研团队 又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 在深圳的这家海马养殖基地 有几个特殊的养殖池 池里的海水是从大海中直接抽上来的 这里寄托着林强把海马放归大海的理想 原来修复海洋生态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时间还不成熟 应该这么说 因为这个海马到大海里边去 它能不能正常地生存 它对环境的一个适应性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不科学地放归大海 将对生态环境再一次破坏 会打乱水域中的生物链 所以林强首先在养殖场 模拟海洋中的生存环境进行科学试验 考虑到海马对于环境的适应性 林强提议 至少要分成三个步骤去驯化 第一步呢 我们先在这个实验场地进行模拟 然后第二步 我们把这个网箱搬到海里面去 那么在海上进行模拟 那么第三步 那我们才考虑把网箱的海马放归到大海里面去 网箱的设计 林强下了很大的功夫 完全模拟外海的生存状态 既能让海水中的饵料渗入到网箱 又要确保网箱中的海马不会外逃 想要像这样的网箱 投了十几次 每次呢大概有十几个 放到海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海马 投放到网箱里面 在海区进行释养 通过科学实验 观察海马在海洋环境中的成活率 能否适应不同的水域环境 让海马在全天然的状态下生存 没有饵料 没有管理 即使来大风大浪 我们也不对它进行一个 特别的一个去管理 这个喷水装置 是林墙特意设计的 为了实验数据尽量的准确 模拟大海中风浪的场景 让它造成一定的声音 对海马的生存呢 有一点干扰 有影响 那么海马如果在这种 这种条件下 能够正常生存的话 那么我想它到外海里面去 在下一步的工作的话 它也能够比较顺利的适应 通过观测 海马在海洋环境中的生存状态 不仅为放归大海创造条件 同时为人工养殖 也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 林墙告诉记者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将加大增值放流力度 为保护海马资源 修复海洋生态 不断地探索 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因为中国科研团队在海马研究方面 取得的成果 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 那么在2014年下半年 将要在中国广州 举办国际领域的海马资源保护研讨会 这将大大提高中国海马研究的影响力 我们的栏目也会密切关注最新的动态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一只异乡羊到他乡落户 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一天就死了28只 是不是所有的死亡都需要天大的理由 人家用节感 我也用节感 为什么我那就不行 意外交集 陈征上与浮阳的较劲 时起时忧 别人都在怀疑我 但是我认为这条路绝对是对的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